大甲高中日前举办76周年校庆活动 现场更同时欢庆以碳60分子为概念的 摇滚巴克球模型2.0版正式启用 希望带领学生通过不同面向来认识科学 而这天也表扬了多位杰出校友 许多校友也回到学校来一同共享盛举 宛如是同学会的现场场面是相当稳幸 众人拉下彩带 庆祝摇滚巴克球2.0版正式启用 带领学生通过不同面向认识科学 校方更选在大甲高中76周年校庆的这天 欢庆落成场面相当热闹 巴克球的揭幕活动 用这个机会来展现我们甲中 在科学教育方面的成就 巴克球它是一个化学分子 它是一个碳60的分子 最圆最对称的一个分子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呢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课堂外的教学 我们让这个化学分子可以变成是空间艺术 展示在我们的教室外 那么让学生可以来这边做一个体验 那么更深入认识这个分子 校内的第一颗巴克球五年前就已设置 由壮球组装而成 今年改以不锈钢材质制作 不但体积更大也更加坚固 立体呈现碳60的化学分子 透过孩子们的亲手组装完成了这项融合科学与美学的独创艺术 这是属于我们社团属于我们学校的一个大活动 然后而且也看到第一个版本退休换第二个版本 就是就是那个感动 觉得这是我做的 我很有成就感 这成就感很大 校信活动这天还表扬了多位杰出校友 有校友在国外工作多年 因为受邀出席 阔别四十几年才再度打进校园 难得回到台湾 同届同学们也到场共享盛举 现场宛如同学会 场面相当温馨 我从幼稚园的时候开始呢 就住在后面这个甲中新村那里 所以呢 对于甲中的感情非常非常的深厚 这一次呢第一次回来四十几年 然后有一些事情是五十几年的事情 讲起来当然有一些感慨 有一些伤感 不过呢还是很高兴 能够在这么几乎就是半个世纪之后 回到母校来 毕业三十几年之后再回母校 看到老同学非常高兴 有的同学是五十 四十七年才见面的 刚刚方同学也是 毕业之后就没见面 新旧学生的共同参与 一同庆祝大甲高中76岁生日 以为这次的活动留下美好纪念 大家高中生日快乐 记者李云轩 台中程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